中时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社交天性》 副标题是《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 社交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如果可以有朋友随时约着吃火锅 有心爱的人一起说话 人们通常都会觉得很开心 那相反 如果社交出了问题 比如遭到拒绝 背叛 失恋 人们就会觉得心如刀脚 痛不欲生 那为什么社交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呢 那今天解读的这本《社交天性》 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这么爱社交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生来如此 它驱使着我们不断地寻求与他人的连接 甚至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大脑就已经在考虑社交了 本书的作者马修·利伯曼 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教授 也是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奠基人 在2007年 利伯曼由于在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贡献 获得了由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奖 这个学科非常新 才20年左右的历史 它主要是把神经心理学和神经影像技术结合起来 研究社会认知的问题 那今天呢我主要是从三个问题入手 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 为什么说我们的大脑天生爱社交 第二 人类社交的驱动力是什么 第三 如何用好人类的社交天性 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我们的大脑天生爱社交 我们在了解一个人的爱好的时候 常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你业余时间喜欢做什么呀 因为一个人在休闲时间自愿选择做的事情 通常就是他的爱好所在 那么我们的大脑喜欢做什么呢 研究发现大脑在不工作的时候 都在进行社会认知 社会认知 简单来说就是跟社交有关系的所有事情 比如你要怎样搞好和同事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给刚刚约会的女孩制造一个惊喜 昨天刚认识的朋友是不是喜欢自己 这些都属于是社会认知的范畴 大脑中进行社会认知的区域 研究人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默认网络 当我们做完了某一个具体任务的时候 比如做完运动或者数学题的时候 那这个默认网络就会自动打开 也就是说只要一闲下来 大脑就在考虑社交了 大脑究竟对社交这件事有多痴迷呢 科学家们专门设计了一个实验 安排实验对象做一系列需要动脑子的事情 比如解数学题 然后在两项任务的中间 屏幕上会出现休息两个字 这样实验对象就知道 这个时候要休息了 科学家设定了不同的休息时间 有时候是几十分钟 有时候只有几秒钟 然后用仪器扫描了实验对象 在休息的时候大脑的状态 扫描结果就发现 不管这个休息的时间是三十分钟 还是几秒钟 大脑都会自动激活默认网络 这就像是一个喜欢打游戏的孩子 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去打游戏一样 我们的大脑会抓紧一切机会 思考跟社交有关的事情 大脑不仅对社交这件事非常的痴迷 并且无师自通 生来就会 有研究人员检测了 刚出生两周左右的婴儿 发现他们的默认网络的活跃程度 几乎和成人没有什么区别 而这个时候 他们甚至连眼睛都没法聚焦 更别提培养对社交的兴趣了 这就是我为你解读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 我们的大脑天生爱社交 大脑在停止一切工作的时候 会启动一个默认网络 这个默认网络的主要工作 就是思考一切和社交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说 社交是我们大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他把所有可利用的时间 都集中起来 思考社交关系 我们的大脑 要把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都用来思考社交关系 把自己磨练成一个社交高手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接下来 我要为你讲解的第二个问题 也是这本书的重头戏 人类社交的驱动力是什么 有三大驱动力 分别是连接 心智解读和协调 我们先来看人类社交的第一个驱动力 连接 连接 顾名思义 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发生关系 我们的大脑之所以要和别人发生连接 一方面是出于生存需求 另一方面是为了快乐 我们先来说生存需要 我们都知道婴儿出生的时候 十分的孱弱 就连大脑都没发育完全 必须依靠别人的照料 才能活下去 所以生存的需要 决定了我们必须和他人产生连接 另一方面 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痛苦和快乐的知觉感受 在大脑当中 分别有负责痛苦和快乐的区域 负责痛苦的区域 名叫背侧前扣带皮层 这个名字不太好记 那下面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就简称它为痛苦区域 这个痛苦区域 不仅是掌管着我们的物理痛苦 也掌管着我们的社会痛苦 物理痛苦指的是身体的疼痛 手指被划破了 或者脚腕扭伤了 感受到的痛苦都属于是物理痛苦 社会痛苦指的是精神痛苦 比如失恋 亲人离世所带来的痛苦 人们在感受到这些社会痛苦的时候 经常会用心如刀脚 胸口仿佛被人捅了一刀 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你可别觉得他们是在矫情 他们是真的痛 因为社会痛苦和物理痛苦 是共用一套神经系统的 另外 人们被排除在社交圈以外 也会带来社会痛苦 在一项研究中 实验人员邀请实验对象 前来参加一项实验 并告诉他 需要在等候室里等几分钟 这个时候 等候室里还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告诉实验对象 他们也是来参加实验的 而事实上 他们是实验人员 也就是实验的托儿 那接下来 这两人会不经意地传球玩 然后也会把球传给实验对象 邀请他一起玩 就这样啊 三个人其乐融融地玩了一会儿 这两个人就突然不把球 传给实验对象了 实验对象 一下就成了个局外人 实验结束之后 研究人员对实验对象的大脑 进行扫描 发现痛苦区域被强烈激活 也就是说 被排斥给他带来了痛苦 在这个实验当中 实验对象与另外两个人 仅仅是刚刚认识 被排斥都带来了痛苦 那生活当中 如果被好朋友或者同事排斥在外 当然就会更加痛苦 并且研究人员还发现 一些用于治疗身体疼痛的止痛片 比如阿斯匹林 居然也可以减轻社会痛苦 所以啊 当你因为失恋感到痛苦的时候 有人跟你说 吃两片阿斯匹林吧 他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刚刚说了负责大脑中负责痛苦的区域 那接下来呢 我再跟你说一说负责快乐的区域 负策文状体 同样的方便起见 我们下面呢就简称它为快乐区域 和痛苦区域类似 这个快乐区域不仅负责物理快乐 也负责社会快乐 也就是说 对于快乐区域来说 你吃到一块巧克力 和你被爱人宠爱 感受到的快乐是一样的 快乐区域也叫做大脑的奖赏系统 它非常喜欢被夸奖 尤其是带有情感色彩的夸奖 比如说在一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让实验对象读两封信 这两封信都是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人写给他们的 不同的是 一封信是不带情感色彩的客观描述 比如 你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之类的 而另一封信 则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 比如 你是我生命中最爱的人 实验结果就发现 在读那些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文字时 实验对象的快乐区域 被强烈的激活了 那既然大脑这么喜欢被夸奖 又不能自己夸自己 所以就要创造更多的机会 与别人发生关系 让别人来夸自己 这就决定了 人们要更多的与别人合作 或者帮助别人 因为这些事情 可以让我们产生社会快乐 说到这里 你可能就理解了 为什么自己发个朋友圈 就会期待很多人点赞 因为点赞越多 你大脑快乐区域的激活程度就越高 你感受到的快乐就越多 那既然 与人连接会给我们带来快乐 而被排斥 会让我们感觉痛苦 那么我们的大脑自然而然的 就会选择趋利避害 更多的与他人发生连接 这是由大脑本身的进化结构决定的 所以呢 这就有了人类社交的第一个驱动力 连接 连接既能让我们活下来 也能让我们尽可能的享受快乐 但连接只是我们构建 社会生活的基础 而不是终点 为了更好的与人发生连接 大脑还进化出了 人类社交的第二个驱动力 就是心智解读 心智解读 翻译成大白话 就是读懂别人的心思 这个心思可以是想法 愿望或者行动的目的 也可以是某种情绪 心智解读能力对于人类来说 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能力 你可能啊意识不到它有多酷 但它却在生活中帮了我们不少忙 比如说 如果没有心智解读能力 老师讲课的时候 就没法知道学生是不是听懂了 或者明明是给小学生讲课 却用给大学生讲课的方式 这就很麻烦 我们在发邮件的时候 会考虑对方是不是能理解自己的意思 这样更便于沟通 电视台在制作节目的时候 也会考虑观众喜欢什么 这样才能做出收视率高的节目 另外我们在交朋友找伴侣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标准 对方是不是能够理解自己 说白了 考察的就是对方的心智解读能力 科学家研究就发现 人类大概在五岁左右的时候 心智解读能力的发展就比较成熟了 比如一个五岁的小孩给妈妈挑选礼物 他会选择高跟鞋 而不是洋娃娃或者玩具恐龙 因为他开始明白 洋娃娃和玩具恐龙是自己喜欢的 而妈妈更喜欢高跟鞋 大脑中进行心智解读的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镜像系统 另一个是心智化系统 镜像系统的主要功能 心理模拟 比如我看到你伸手去拿一个杯子 我大脑中负责伸手去拿 这个动作的神经元也会活跃起来 也就是说虽然我并没有实际去做伸手去拿这个动作 但是在大脑当中我已经和你实现了动作同频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人手臂被垫了一下 自己也会不自觉的把手臂往回缩 甚至能感受到对方有多疼 心理模拟不仅涉及简单的动作 也包括复杂的心理状态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收到女朋友的分手信 你就会想象如果是自己收到分手信应该很难受 所以你就会推断这个人现在应该很难受 而心智化系统呢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我们理解别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意义 它也是心智解读最重要的系统 镜像系统和心智化系统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的关系 镜像系统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 而心智化系统则回答背后的为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比如说看到一个人在打手游 镜像系统就会解读出一个人拿着手机在打游戏 而心智化解读出这个人是想要放松 并且他游戏打得不错 那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 没有镜像系统处理第一个问题 我们也不可能回答后面的两个问题 所以说这两个系统缺一不可 镜像系统是心智化系统的前提和基础 虽然两个系统很厉害 但并不意味着有了这两个系统 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知道别人想什么 想做什么 因为心智化系统会偷懒 心智化系统的启动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而我们的大脑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愿意努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对某些事情视而不见 就是有些事情我们虽然看到了 但懒得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另外有研究发现 当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 这个系统往往做得不够好 这就是人类社交的第二个驱动力 心智解读 有了这个驱动力 人与人之间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 心智解读主要依靠大脑的两个系统完成 一个是镜像系统 另一个是心智化系统 镜像系统是心智化系统的前提和基础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人类社交的第三个驱动力 协调 协调主要指的是 个人与团体与社会 如何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心智解读 让我们有能力理解别人背后的行为和动机 便于建立更好的关系 但是当我们想要组成一个更大的群体的时候 就不只是你理解我 我理解你这么简单 而是需要群体中的每个人都理解群体想要做什么 并按照群体的意图行动 这个时候就涉及个人与群体的协调问题 举个例子 人们普遍有一个想法 就是女孩子应该穿粉色 蓝色呢 应该给男孩子穿 你可能觉得这个想法理所当然 没毛病 因为你从小到大都是这么认为的 也是这么穿的 但是你知道吗 女孩穿粉色 男孩穿蓝色 这个认知的形成 也不过是近一百年左右的事情 大概在一百多年前 人们普遍的共识是粉色是给男孩子准备的 因为那个时候粉色被认为是一种更果断更强烈的色彩 而蓝色是给女孩子准备的 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更加细腻牵巧 那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的认知产生了这么大的改变呢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过程 一开始呢 有一个人觉得 女孩穿粉色 男孩穿蓝色更好看 人们肯定觉得 这个人是个异类 但是慢慢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这么穿 再加上媒体广告商的渲染 人们就慢慢接受了 女孩穿粉色 男孩穿蓝色这个认知 这就是一个个体和群体相协调的过程 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够发生 靠的就是内侧前额叶批层 接下来呢 我们会简称它为自我意识区域 因为它有两个功能 其中一个就是帮我们认识自我 形成自我意识 我们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究竟是谁 负责思考这个问题的 就是自我意识区域 这个区域的另一个功能 是接收来自外界的价值观和信念 把外在的信息输入大脑中 大脑这样的设定 就决定了自我意识 离不开外界环境的影响 尼采曾经说过一句话 自我是形成于周围人的头脑中 然后再交给本人的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自我意识区域 不仅帮我们统一了 看待外部世界的眼光 也帮助我们从群体的视角 来认识自我 比如如果有人问你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 你的回答里 大概率也包含了你 从别人那里收集来的评价 而不纯粹只有你自己的看法 由于这个大脑区域 可以接受从外界来的信念和价值观 并且能够把这些价值观 内化成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这就能够让群体的行动 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让我们生活在群体中 感觉更加和谐 比如我们都知道 过马路要看红绿灯 看到老人孩子要让座 在影院看电影的时候 手机要关静音 这些都是自我意识 受外在环境影响的结果 但是在一个群体中生活 不仅要求我们想的一致 还要求我们做的一致 而做要比想难得多 怎么能够保证 我们能够行动一致 或者说至少不做出 危害群体的事情呢 这时候大脑的另一个区域 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就登场了 它的主要功能是自我控制 它就像是一个大法官 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所以下面我们把它简称为 大脑的制动系统 人类天生就有各种各样的欲望 如果不加以控制 每个人都肆意挥洒自己的欲望 就很容易做出危害别人的事情 这样群体就会变得很混乱 而自我控制 可以说是人们进入一个群体的代价 人们愿意让渡自己的一些欲望 来让自己变得更符合群体的期待 尽管在进行自我控制的时候 我们自己经常是不舒服的 但是为了更符合群体的利益 我们会选择控制自己 比如在一些公众场合 你很想大声讲话 但为了不打扰身边的人 也会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 或者干脆不说话 自我控制能力 增强了人们的社交天性 因为一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强 越容易受到群体的奖赏 这种奖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从小处说 一个自控能力强的人 更容易受到群体中其他人的欢迎 因为他做事更靠谱 情绪更稳定 更不容易拖延 完不成的任务 甚至在婚姻中都更忠诚 从大处说 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人 更容易取得好的学习成绩 找到更好的工作 过上更好的生活 也就是说 一个人活得越随大流 越符合群体的期待 他也就越容易获得成功 好 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 人类社交的第三个驱动力 协调 主要有两个系统 确保个人与社会 尽可能的协调 大脑的自我意识区域 负责将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输入到每个人的大脑中 确保人们能够想得一致 控制系统 则负责对一些 不符合群体期待的行为 加以控制 确保人们能够做得一致 当一个群体中 人们的想法和行动 尽可能保持一致的时候 群体效率 才能最大化 到这里 本书的第二个部分 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 我就为你讲完了 这三大驱动力 分别是连接 心智解读和协调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首先进化出了 感受社会痛苦和社会快乐的能力 为了减少痛苦 感知更多的快乐 我们天然的 要选择更多的 与人联系在一起 心智解读能力 让我们理解他人在想什么 在做什么 这为我们实现人与人之间 更好的连接提供了可能性 而协调呢 则让我们实现了 个人与群体的融合 使社会连接的效率最大化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原来我们的大脑本身 就是为了实现充分社交 而被设计出来的 是一个社会脑 那么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 我就给你讲讲 如何用好人类的社交天性 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好 作者在书里 主要讲了社交天性 在生活 工作 学习 三个方面的应用 我们先说生活 我们前面讲过 社交与快乐紧密相连 那么要活得更好 自然要增加与别人的连接 对此 作者提了三个建议 第一是 你可以改变居住环境 让住在附近的人 更方便交流 像是在公寓里 设计一些公共的活动空间 比如棋牌室 健身房 观影厅等等 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 与身边的人更多连接 可以让我们的幸福感增加 第二个建议是 你可以和街坊邻居 成立业主委员会 建立业主论坛 哪怕是在上面发布一些 类似 我有两张演唱会门票 去不了了 需要转让之类的信息 也会大大增加 人与人之间 相互连接的可能性 第三个建议就是 增加生活中的社交零食 社交零食 指的是 在没有人和人 实际接触的情况下 一些可以产生 社交效果的东西 比如亲人照片 与爱人有关的视频 纪念品等等 甚至用笔描绘所爱的人 也能产生 类似社交连接的好处 说完了生活 我们再来说工作 如何利用社交天性 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呢 通常我们都认为 人们喜欢被帮助 而不是帮助别人 但是了解了大脑的奖赏机制 你就会发现 为了获得更多的夸奖 人们其实更喜欢帮助别人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亚当·格兰特教授 做过一项研究 研究对象 是一所大学里的员工 他们的工作是给校友打电话 来为本科生筹集奖学金 在实验中 格兰特把工作人员分成两组 其中一组 格兰特安排一名奖学金得主 也就是募捐的受益者 来探访工作人员 探访的时间只有五分钟 探访结束后 主管就跟这些工作人员说 你看这些孩子 就是在我们的帮助下 才能继续读书的 另一组 格兰特就让他们正常工作 没有安排探访 实验的统计数据显示 被探访过的那组工作人员 他们打电话的时间 比探访前增加了142% 筹集到的款项 比探访前增加了171% 而没有接受探访的那一组 工作结果和之前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原因就在于 被探访的那组工作人员 在看到有人因为自己的工作 而受益时 他们大脑中的 覆测文状体 也就是奖赏系统 被激活了 而这种美好的感觉 会促使他们更努力的工作 所以给员工提供更多 帮助他人的机会 可以增加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最后我们来说说 如何利用社交天性 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作者的第一个建议是 增加学生的归属感 影响学生归属感的因素 有很多 其中校园霸凌 是很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在美国 大约有40%的学生 承认自己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 在2016年发布的 《校园霸凌》的报告中 也显示 全球有25%的学生 遭受校园霸凌 校园霸凌 不仅严重影响 学生的身心健康 也直接影响到 他们的学习成绩 研究表明 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学生 被周围同学 欺负排斥的越多 他们的平均成绩 和出勤率也更低 在学校霸王横行的学校中 学生的代数 几何等科目的成绩 明显要低于 较少出现校园霸凌的学校 因为被排斥 会造成慢性物理疼痛 和社会痛苦 而慢性疼痛 会造成工作记忆减退 一个陷入慢性物理 或社会疼痛的人 就会把他的大部分注意力 集中在他的疼痛上 这样一来 他就没有更多的精力 集中在学习上了 而归属感强的孩子 无需应付这些痛苦 就可以把精力 投入在学习上 除了杜绝 校园霸凌 增加学生之间的连接 也可以帮助 增加学生的归属感 比如多组织活动 多创造 学生之间 互帮互助的氛围 有研究发现 仅仅是让学生 读一封来自高年级学生的信 都可以增加学生的归属感 而信的内容可能只是 我本来害怕来到学校会适应不了 结果老师同学帮了我很多 我适应得很好之类的话 第二个建议就是 充分用好学生的心智解读能力 也能提高学习成绩 前面我们说了 人不仅天生对一个东西 是什么感兴趣 还对背后的为什么 有更浓厚的兴趣 所以在授课中 要多增加对于为什么的引导 比如对于历史这样的学科 除了讲述具体的事件 引导学生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 思考为什么在当时的历史条 会发生这样的历史事件 对学生掌握历史知识 会更有帮助 到这里 《社交天性》这本书 我就为你讲完了 我们了解了社交 是人类大脑自然进化的结果 有三大驱动力 激发了我们的社交天性 它们分别是连接 心智解读和协调 这三大驱动力中 连接为社交提供了必要性 心智解读让社交成为可能 而协调最大限度的提高了社交的效率 了解人类的社交天性 对于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 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 都有很多好处 好的 社交天性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